芝加江這個三歲小孩 因為跌斷腳要坐輪椅 不過家人帶他坐飛機 去佛羅里達州的迪士尼旅遊玩 當然開心回來了 誰知去到機場安檢人員 當他是危險人物般 手魂全身 嚇到他整個人震撒 爸爸只好在旁邊安慰他 姐姐見到想說上前摸摸的頭 全摸了 誰知安檢人員都不給 弟弟就繼續看失失 安檢人員不管那麼多 手軟一次又一次 倫意都想拆開來看 爸爸極度不滿 兒子被人當恐怖分子那麼看待 拍下整個過程 放上youtube 短短幾天就有150萬點擊率 網民批評安檢人員太過分 亦有人叫爸爸不用那麼勞氣 都是為了航班安全 香港福民電視記者林家瑤報導